一个人颓废的久了是不是就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部新上映的日剧或许会引起很多失忆之人的共鸣 东京街角一处古朴老宅打算翻修重建 女儿一家以此为契机决定搬回跟父母同住 本来大家打算把老宅改造成一个新的两居室 但设计员却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根据实际情况他们家只能改造成2.5户 随着女儿的话音落下 大家把目光齐齐望向了老宅二楼 这个正趴在地板上偷听的男人 便是他们口中那多出来的0.5 家里的长子雅智 也不知从何时起40岁的雅智便捡居在了家中 他足不出户整日与游戏为伴 昏暗的房间内杂乱不堪 吃过的泡面杯喝过的啤酒瓶随处可见 他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便签 上面都是母亲嘱咐给他的留言 因为闷在屋子里不与外界交流 雅智把自己弄得胡子拉差 只在出生时见过一面的外甥女前来打招呼 看见他这副模样当即被吓了一条 雅智默默关上了房门 自我封闭的人最怕与外界接触 也最在意别人的异样目光 当天晚上雅智拎着行李从家里搬了出去 他到超市简单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然后在网吧找了一个包间暂时安顿下来 在他搬出去的这段时间 家里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改造工作 妹妹埋怨哥哥这个时候一点忙都帮不上 妈妈则担忧儿子在外面能不能吃得饱 两个女人两种心境 妈妈说雅智有她自己的生活节奏 她也非常的努力 妹妹问努力什么 妈妈回答努力地活着 在父母的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之骄子 即便你混得再差 也始终有人在背后为你买单 几个月之后老房子改造完成 设计员亲手把钥匙交到了一家之主手中 而当天晚上雅智也结束了数月的网吧生活 他拖着行李搬回了新家 门口有母亲留给他的纸条 上面事无巨细地写明了一切 他的房间在哪里 哪把是大门钥匙 哪把是房间钥匙 还是那么啰嗦 也还是那么的贴心 雅智没有理会那张纸条 他理所应当地推开了自己的房门 一进屋他不出意外地又打开了电脑 虽然在现实中他是个废柴 但在虚拟世界里 他可是被人仰望的存在 今天又有仰慕者给他发来了私信 点开对方的头像 雅智忽然觉得很熟悉 他连忙拿出自己的手机翻找 果然那只小熊正是出生那天 自己送给外甥女的礼物 在雅智疑惑的同时 外甥女一个人偷偷溜出了房间 晚上和妈妈赌气 他连饭都没有吃 这会儿实在饿得不行 就想要出来找点吃的 他在冰箱里找到了外婆 给自己留的晚饭 可正打算回房间 却碰到了迎面而来的舅舅 黑灯下火的他顿时被吓了一跳 手上的勺子也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雅智俯下伸好心帮他捡起 可昏暗灯光下他的那副尊容 却更加显得面目猙獰 惠美这一声惨叫响彻天际 大家纷纷寻声跑出来查看 面对亲人的质问雅智没有解释 他愣神了几秒钟 然后放下勺子默默走了出去 昏暗灯光照耀下的街道空无一人 来时自己去时也是 他来到超市拿了一瓶啤酒一碗杯面 结账时服务员问他是不是生病了 因为感觉他变瘦了 雅智没有回答 而是跟他说了句谢谢 服务员听得莫名其妙 说完这句话雅智转身走出了超市 他什么也没有拿 来时两手空空 去时也是 或许他只是为了说出那句话 那句藏在心里 却不能跟家里人说的话 一个极度设恐的人到底能自闭到什么程度 他宅家十年从未在白天出过门 偶尔出去一次也专挑四下无人的漆黑夜晚 这是他的习惯 也是他自我逃避的一种方式 可随着妹妹一家的到来 却彻底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活泼好动的小外甥一刻都不得消停 青春期的外甥女一见到他就觉得恶心 这天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一声尖叫 本就受了伤的母亲再次跌倒在了地上 因为家里没人 街外甥放学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雅致的身上 虽然十年没在白天出过门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穿上外套推开了房门 屋外炙热的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 可仅仅是因为邻居的一句问候 就瞬间打破了他刚刚鼓起的勇气 他象征性地点头回应一下 然后连忙转身陶冶式地跑回了家里 拉开房门 母亲正双手合时站在那里祈祷 雅致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自己 但在母亲的脸上他看到了一丝短暂的失望 虽然这份失望很快被接下来的宽慰与包容所取代 回到房间母亲给他煮了一碗乌冬面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着生活的琐事 正吃着是外甥女带着放学的小外甥走了进来 看见那个一无是处的废柴舅舅在 外甥女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厌恶的表情 雅致拘谨地跟他打了声招呼 他也只是敷衍地给了他一个回应 这天母亲接到幼儿园打来的电话 淘气的小外孙又私自跑出了幼儿园 情急之下母亲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扔掉拐杖假装摔倒 然后躺在地上大声呼喊儿子的脸 就这样这个十年未在白天出过门的男人 再次无欺勇气迈出了内衣 阳光依旧刺眼 但好在没有碰到那位爱打招呼的邻居 他走出家门一路向前 尽管街上行人少得可怜 但他仍把自己伪装在了茂山之下 初秋的暖阳温暖大地 公园里人们悠然地享受着这份惬意 逃雪出来的外甥女也在其中 看见废材舅舅破天晃地出门 他感到颇为好奇 于是背起书包一路小跑也跟了上去 或许是颓废得太久身体有些吃不消 雅致一个不小心 竟然被自己绊倒从路边滚了下去 当他恢复意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湛蓝蓝的天空 紧接着外甥的那张大脸就闯入了其中 过了好一会儿雅致才挣扎着爬起身 而此时外甥女也追了过来 看见弟弟和废材舅舅在一起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反感 雅致吞吞吐吐地说明着情况 但对面的外甥女好像每多听一个字都煎熬得不行 最后雅致也懒得去解释 于是一大俩小就坐在河边悠然地晒起了太阳 微风和煦吹过面庞 阳光透过云间洒在身上 那一刻雅致觉得很舒服 也觉得很心安 好像白天出来也并没有那么的可怕 骑士人总会因为一些事情改变一些执念 它可以是别人的一句话 也可以是远处的一抹风景 第二天小外甥依旧吵吵闹闹地不愿去上学 他挣脱母亲的怀抱 飞也势地跑到了舅舅的身边 两人温馨互动的一幕 让全家人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惊讶于小孩子的乖巧 更惊讶于雅致地突然转变 最后还是惠美的一句 我出门了打破了大家的思绪 母亲也就是将大家都赶了出去 而当她再次转过声望向屋子里的两人时 脸上却已经挂满了泪水 有些时候我们总以为我们独自忍受着苦难 但其实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也始终有那么一个人在背后默默地为你分担 为了接外甥放学 从未出过门的社恐舅舅第一次来到了学校 然而她刚停好车 一个女人就从后面飞奔了过来 雅致被吓了一跳 转过头才认出 原来是外甥的班主任小童老师 小童老师很感谢雅致帮她找回了走失的学生 雅致则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回去的路上雅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反正她那张胡子拉叉的脸上笑意浓浓 从这天起雅致就真的抢着护送小外甥上学 孩子的爸爸想和儿子亲近亲近都找不到机会 因为经常往学校跑 雅致很快和小童老师成为了朋友 这天雅致问小童老师 怎样才能和处于青春期的外甥女说上话 因为最近她发现外甥女总是经常逃学 小童老师想了想告诉她 对方的是最好不要随意擅自干涉 要先保持一定距离 再试着慢慢走入对方的心 然后就是好吃的 像那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对美食没有抵抗力 雅致认认真真的听着 将小童老师的话都默默记在了心里 这天外甥女又提早放了学 见到舅舅她只是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自顾自地走上了楼 回到房间后 惠麻立刻掏出手机点开游戏 让她没想到的是 游戏大神Q太郎竟然主动向她发出了组队邀请 惠麻开心地不能自已 但她不知道 此时的Q太郎就在自己家的楼梯上坐着 听取了小童老师的建议 雅致决定先以这种方式和外甥女搞好关系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也确实管用 外甥女不仅拜她为师 还主动说出了心里话 她说自己在学校过得不开心 回到家还有个胡子拉叉的颓废大叔 总是追着自己让她感到很恶心 雅致直接被气笑了 她回复说那个大叔也许并不是那么恶心吧 可能只是想和你好好相处 然而固执的外甥女 还是给她回复了一连串的恶心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一有机会就在网络上交流 外甥女也对雅致吐露出了很多心里话 但她逃学的这件事 还是很快就被妈妈发现了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争执间妈妈不小心摔坏了会麻的手机 她气冲冲地跑下楼 然后闯进雅致的房间 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晚上下班回来的爸爸想要开刀女儿 可敲了半天门里面也没有回应 这时雅致出现在了身后 她现学现用 把小童老师对自己说的话又对妹夫说了一遍 并询问会麻平时都喜欢吃哪些东西 与此同时房间里的会麻也确实有些饿了 她坐起身想要找点吃的 但却无意间找到了雅致收起来的那些字条 她好奇地拿出一打看了看 发现上面一张张都是外婆给舅舅的留言 看了一会儿后会麻兴致缺缺 正饭愁该拿什么填饱肚子时 门外突然塞进来一张纸条 她疑惑地爬过去拿起 发现是舅舅给自己的留言 上面写着柜子里有毛毯 充电器在桌子上 还有楼下冰箱里有她刚买的晚饭 看过纸条后会麻捏手捏脚走出房门 她打开冰箱取走了那份晚餐 包裹里是她最爱吃的鱼子酱饭团 会麻打开包装小心翼尝了一口 刚拿出的饭团还有些微凉 但嚼着嚼着 她的眼睛里却泛起了一丝温热 当天晚上雅芝在便利店对付了一夜 店员冲她点头问候 她也点头给予回应 两人就这样算是打了声招呼 第二天妈妈敲响了会麻的房门 经过一夜反思 妈妈觉得自己昨天做得有些过分 她想寻求女儿的原谅 但敲了半天门依旧还是没有回应 正当她带着失望准备离开时 会麻却从厨房走了出来 母女重归于好 会麻也变回了曾经活泼可爱的样子 看见外婆在跳草群舞 她也跟着一起跳了起来 但笨拙的她根本找不到节拍 其实会麻就是因为没有舞蹈天赋 才不愿去学校参加集体活动的 跳着跳着会麻突然问外婆 舅舅为什么会变成家里蹲 外婆听后愣神了片刻 随后转身关掉音乐 拉着会麻坐了下来 好 そうね あの子はきっと 優しすぎたんだと思うのね 優しいと引き込む ああ 意味わかんない そうね みんな 雅春みたいになることがあるってこと 一人の方が楽な時があるってこと それをめっちゃ怒る でもね そういう時きっと誰かが 声をかけて 助けてあげなきゃいけない 外婆对当时自己忽视这一点非常内疚 如果能早点发现的话 雅致或许不会变得这么严重 最后她拜托惠麻在雅致难受的时候帮帮她 而惠麻也乖巧地点了点头 在两人谈话的同时 雅致正在便利店取快递 她现在已经完全能和人正常交流了 至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恐怕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 おかえり ただいま 一句简简单单的问候 一句简简单单的回应 短短两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也温暖了一颗孤单的心 当打开屋门走进房间 雅致诧异地发现自己邋遢的小窝整洁了很多 电脑屏幕上还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同样写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谢谢你的饭团和手帕 雅致躺在床上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又重新贴到了柜子上面 这一次他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了 我带你 我带你 儿子只是和父母同桌吃了一顿饭 母亲就难掩泪水哭着跑了出去 父亲埋怨他没出息 可转头也激动地满屋子找酒要陪儿子喝一杯 之所以这样只因为他们的儿子自我封闭了十年 十年间这个男人从未在白天出过一次门 也从未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一顿饭 如今妹妹一家的到来打破了雅致平静的生活 同时也让他有了重新开启人生的勇气 他不再躲避别人的目光 也不再害怕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 他开始认认真真的享受生活 去发现去遇见这世间短暂停留的一些小美好 在小外甥的撮合下雅致还认识了幼儿园里漂亮的女老师 对方见到他总是一路小跑 虽然两人之间还只是学生家长和老师的身份 但每次见到彼此他们都笑得很开心 然而这份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了自信 却因为一个男人的出现被瞬间打回了原形 看到男人的那一刻 雅致整颗心脏好像被人用手捏住了一样 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 感觉快要窒息的他赶紧推上车子 陶冶式地离开了这个让自己极不舒服的地方 路上雅致疯狂地踩着踏板 快到家时正好碰到了放学归来的会马 但他完全没有理会 此刻的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快点回到那个唯一能让自己感觉到安全的小屋 目睹这一切的会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走上前扶起摔倒的自行车 同时地上掉落的几只小铲子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寻着踪迹走出门外 发现舅舅回来的路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 会马感到很疑惑 于是骑上车子开始一路返回寻找 最终在弟弟上学的幼儿园门口找到了最后一只 在这里会马还碰到了刚才的男人 在他的口中会马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同时也得知了舅舅这些年变成家里蹲的原因 原来男人是舅舅以前的上司 他们同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 那时的雅致是研发小组的组长 他很优秀 做事认真又一丝不苟 上司对他非常器重也很依赖 所有麻烦事也都交给他去解决 渐渐的雅致开始变得身心疲惫 等上司发现不对时已经为时已晚 最终雅致因承受不住压力导致了精神崩溃 听到事情的真相后 会马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晚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白天男人的话不断在他的耳边萦绕 最终他走下楼梯来到了舅舅的门口 但趴在门口犹豫了半天 最后他还是没有勇气敲开那扇房门 等第二天雅致醒来的时候 发现门口放着一张会马给自己留下的便签 上面写着小童老师约他在公园见面 下午的时候雅致按照约定来到公园 可没想到曾经的上司也在 他连忙慌张地想要再次逃跑 但这一次小童老师把他拦了下来 在小童老师的劝说下 雅致最终还是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恐惧 他和上司在公园里的秋千上并排坐下 对于这些年给雅致带来的伤痛上司深感愧疚 其实在那件事之后不久 上司就因职场骚扰被公司强行辞退了 妻子也因此和他离了婚 现在回过头想想 有些事其实真的没有必要那么执着 要是当初凡事只追求的差不多 或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那时候 对不起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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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田さん的编程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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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雅致自顾自地荡起了秋千 这个把自己封闭起来十年的男人 终于在此刻打开了扣在新门上的那把枷锁 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过不去的心结 他可大可短可长也可小 挺过去了之后其实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活一世站起来不过一直躺下去也不过遗憾 所以实在没必要坐见别人更没必要坐见自己 回去的时候雅致路过便利店买了两只冰激凌 看到舅舅付钱的样子 惠麻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其实还挺帅的 路上他好奇地问舅舅是不是在和那个幼儿园老师交往 雅致听后连忙摇头否认 但惠麻却觉得那个老师喜欢他 要是一般人的话是不会随便掺和别人的麻烦似的 说着说着惠麻又把话题引到了舅舅的穿着上面 他说雅致的穿衣风格很土 长相其实倒还过得去 但是一眼看上去就是很邋遢 惠麻一边吃着舅舅买的冰激凌 一边吐槽着他的各种毛病 或许连惠麻自己都没有察觉 对方已经在不经意间慢慢走进了他的心里 两个不善表达的恋爱笨蛋碰到一起能有多欺人 雅致第一次鼓起勇气想要表白 可刚一开口就遭到了小童老师的拒绝 虽然有些尴尬 但雅致的脑子却反应奇快 他连忙改口说自己喜欢小孩 还装模作样地询问小童老师 要怎样才能和他一样成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 短短两句话就把被动变成了主动 这回轮到小童老师不好意思了 他连忙用笑声掩饰尴尬 告诉雅致只要通过考试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雅致听后点了点头说自己回去准备一下 随后两人就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一直到终于有一方忍不住率先开了口 这一次雅致没有再给出回音 但小童老师的话他却默默记在了心里 晚上打完一局游戏的雅致本打算早点休息 可这时外甥女却突然给他发来了信息 他问雅致还记不记得自己那个整天宅在房间里的废柴舅舅 雅致一听这说的不就是自己 于是给他回了句是那个很恶心的大叔吗 外甥女说是 不过之后他进去过舅舅的房间 而在那时他也刚好给师傅Q太郎发了一条信息 看到这里雅致猛然间惊醒 自己手机上的聊天记录和电脑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如果那天晚上会马打开电脑的话 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想到这里雅致顿时紧张不已 焦虑的情绪迫使他想要赶紧再次逃离 可刚打开门他就被吓了一跳 看见外甥女就在自己门口 雅致连忙吞吞吐吐的说着对不起 他解释自己没想着要瞒他 是惠妈一直都不搭理自己才无奈用的这个办法 雅致提心吊胆的解释 可没想到惠妈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和游戏大神同住一个屋檐下很自豪 直到惠妈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雅致提着的一颗心裁放了下来 但即便这样他仍是一夜没有安眠 隔天早上没睡好的雅致一边吃着早饭一边睡着觉 妈妈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 爸爸也说要拿出相机把这一幕拍下来 给某个节目组送去或许还能大赚一笔 正在两人惊叹于儿子的神奇技能时 雅致突然醒了过来 爸爸连忙走开借口说要出去运动运动 并询问雅致要不要一起 原本只是随口一问 可没想到今天的雅致竟然意外的乖巧 就这样时隔多年 父子俩终于有了正常相处的机会 爸爸在前面跑雅致在后面追 他努力想要跟上父亲的脚步 但奈何宅家已久的身体早已颓废的不行 最后没跑几步就提前歇了菜 回家之后父亲心情大好 他向邻居借来一辆车 说要带着雅致去郊外的酒庄买酒 起初雅致并不想去 但看着父亲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最终还是没能忍心打消对方的兴致 初秋的暖阳明媚和煦 路上的车流熙熙攘攘 好几年没碰过车的父亲一路开得像龟爬 好在经过一段漫长的煎熬 他们最终总算是稳稳当当到了目的地 也顺顺利利买到了酒 或许是这次的旅行 让父亲放下了多年来的疲惫 回去的路上他说出了当初改造老房子的原因 那时他像往常一样晨跑 结果在街角正好碰到房产公司做宣传 发传单的小哥热情羊一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当时的父亲就在想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 自己的儿子可能也会跟他一样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充满热情地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父亲反应过来的时候 手中已经接过了房产小哥发的传单 小哥告诉他这是一个专门 为家里有单身的人准备的方案 他们称之为2.5世代住宅 父亲听后低声尼喃着道 要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应该会有所改变的吧 后来就有了故事开头发生的一切 父亲在一旁谈笑风声地说着 雅致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但他的心里知道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为自己付出着 不久之后两人把小车送回了邻居家中 长时间的开车导致父亲腰疼的毛病再次复发 雅致想要上前查看 可一不小心被脚下的地砖缝隙半倒 好不容易买回的酒也飞出去摔了的稀碎 父亲扶着老妖走过来嘲笑儿子笨蛋 来回四个小时结果就变成了这样 听着父亲开怀的笑声雅致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两人肆无忌惮的笑声很快引来了楼上的邻居 看着父子俩的温馨一幕 他的脸上也跟着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故事的最后 雅致在经常光顾的便利店找了一份兼职 此时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 粉红的花瓣洋洋洒洒飘落进了他的小屋 那些便签已经被收起 房间里也比以前整洁了不少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全家符 还有几本保育员的考试资料 这是一个既温馨又治愈的故事 剧中的雅致把自己封闭在了一个房间里 那巴掌大的地方成了他的方圆世界 也成为了他禁锢自己的牢笼 他就像一只背着厚重去翘的乌龟 牢牢把自己的灵魂锁在了里面 但幸运的是 雅致的家人没有放弃 妈妈的宽容与理解 推着他不断地去试图 正开内捆在身上一层又一层的枷锁 当然这一路也少不了 父亲与妹妹一家的支持与陪伴 还有那个突然出现的幼儿园老师 他在雅致暗淡无光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束光 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 我们总要走走小路过过小桥 穿穿小鞋瘦瘦磕磅磅 但这些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没有迈过这些的勇气 没有比腿更长的路 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所以请勇敢地向前走一步 那些阻碍你的最终都将成为过去